大家晚安 今天开始呢 这个西南风又再度的增强了一些 从卫星图上面可以看到 因为西南风增强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在迎风面的南台湾地区啊 在今天云量还是稍微偏多一些 而且清晨的时候 沿海地区也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么因为呢 这个西南风带来暖湿的水气 中午过后 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也还是有一些午后热对楼的发展 那么未来这几天的天气变化呢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主要就是受到西南风 带来水气的影响哦 除了呢 在中南部地区沿海清晨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震雨之外 中午过后 也还是会有一些午后热对楼 午后雷震雨的情况发生 所以提醒大家 未来这几天一直到周末假期 都会是维持这样子的天气状况哦 提醒大家 外出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特别是可以看到 在中南部地区呢 主要就是清晨的时候 西南风再加上海风 会有一个符合的现象 导致清晨的时候呢 在中南部沿海地区 容易会有一些短暂震雨的情况发生 那么呢 在清晨早上这段时间 又刚好是上班上学的时间点 所以提醒大家哦 天雨落滑 大家交通通勤 要多加小心 那么中午过后呢 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也会有一些午后热对有发展起来 也是提醒大家 前往山区呢 如果遇到雷震雨的情况 要赶快进入室内 会比较安全了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江雨的分布图哦 未来这几天其实都很类似 主要呢就是在中南部地区清晨的时候 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以及中午过后呢 在靠近山区的午后雷震雨为主 这个星期的天气呢 跟上个星期相比 已经回稳非常的多了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雷震雨发生的机会 提醒大家 出马海夏季的期待一句了 那么温度的变化 也是持续的往回升哦 未来这段时间 北部地区的高温都还是会有 32度到33 34度左右 那么中部 南部地区的高温也都还是会有 30度到32度哦 整体来说呢 湿度比较高 人体的体感温度上面 感觉会再更加闷热一点 所以提醒大家哦 中午前后外出呢 真的是比较闷热 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请加防晒 小心中暑了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 主要就是中南部地区 会有一些迎风面的短暂震雨 那么到了明天白天呢 中午过后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也都还是会有一些 午后雷震雨发展起来 所以整体来说呢 在未来这几天的天气 其实每天都很类似 主要就是受到西南风 带来雪气的影响 中南部清晨沿海地区 会有一些局部迎风面的降雨 那么中午过后呢 靠近山区的地方 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发展起来 而且啊 中午前后是比较高温 闷热的 湿度很高哦 体感温度会感觉更热 也提醒大家 外出物不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